在这个单元要教各位同学练锁率 The Chain Rule 练锁率主要是应用在合成函数的微分 练锁率的叙述内容是这样 假设Y等于F of U是一个对U可为的函数 U等于G of X是一个对X可为的函数 那么Y等于F of G of X对X就可为 而且这个合成函数的微分会等于F' of G of X 乘上G of X 或者我们可以写成Y对X微分 等于Y对U微分乘上U对X微分 练锁率主要是应用在合成函数的微分 合成函数它有的时候可能是两个函数的合成 如果是两个函数合成F of G of X 它的微分公式是先从外面这个函数F'先微分起 可是要小心的是不是F' of X 是看原来F里面的这个是什么 这个地方写的就是同样的东西 现在是F of G of X 所以微分的时候就是F' of G of X 这是一模一样的 从最外面的函数F'先微起 再乘上里面这一层函数的微分 G' of X 如果同学们了解合成函数 为分的意思 那我们可以把它推广 可能是三个函数做合成 F of G of H of X 三个函数合成的微分公式 就可以写成 先从最外面这一层函数为起 F' 可是里面的东西就是原本的造钞 乘上换第二层函数G'的微分 同样的里面原来是H of X 现在也是造钞 在乘上最里面这一层函数 H' of X 这个就是三个函数合成的微分公式 或者链锁率的公式可以写成 用莱布尼茨的微分符号 Y对X微分 等于Y对U微分乘上U对X微分 同样的 我们可以把它改写成 Y对X微分 写成 Y先去对U微分 乘上U对V微分 再乘上V对X微分 题目当中到底需要U V或者还需要其他的变数 不一定 必须看题目而定 也就是说 我们的函数可能很复杂 是由两三个函数做合成 这时候我们只要一层一层的由Y向里 微分就可以了 我们先看例题 我们利用Chain rule练锁率 来算Y等于X平方加1的三次方 它的导数 首先我们观察这个题目 Y等于X平方加1的三次方 它原先的题目是 看成是X平方加1 连乘三次 可是如果你用乘法的微分公式 那我必须 每一项都先微分一次 其他两项照抄 这样子三者再相加 式子就很复杂 这时候我们可以将它想成 这其实是一个合成函数 我们可以先将X平方加1 这个部分想成是U 这样的话 我们的题目Y就可以看成是U的三次方 这时Y这个函数 如果对U为分就很好做了 因为Y如果对U为分 低Y低U 我们就可以写成是3乘上U的平方 可是题目的函数 可是题目原先要问的是 Y这个函数对X做为分 也就是我们要求 DY DX 那利用链锁率的公式 DY DX可以写成 DY DU乘上DU DX 现在我们分别来算 DY DU和DU DX的值 Y如果对U为分 那我们刚刚知道 这一项写出来就是3U平方 这时我们再将U带回X平方加1 所以它可以写成3乘上X平方加1的平方 再来还要乘上DU DX这一项 DU DX指的就是X平方加1对X做为分 那这个部分其实就等于2X 前面3乘上X平方加1的平方造超 经过整理2,3得6 我们就知道DY DX可以写成 6X乘上X平方加1的平方 这个方法我们称作链锁率 这边也请同学们注意 所谓的DY DX 一般就是我们前面所称的U'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题目 Y等于X平方加1的三次方为分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将它心里面想成 这个瓜虎是U 所以看成是U的三次方 因此为分直接写成3U平方 后面记得乘上这个U'2X 再看一个例子 我们要求F等于3X-2X平方的三次方 它的导数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将这一项看成是U 因此题目F其实可以看成是U的三次方 所以它的为分一开始可以写成 3乘上U平方 也就是3X-2X平方的平方 后面记得要乘上U' 也就是3X-2X平方的导数 这时候 这个部分其实等于3-4X 前面部分造超 我们就得出F'的值 看这个例子 我们要求Y等于X平方加4的平方 开立方跟这个函数 在24这个点的切线 首先我们先将Y改写成X平方加4的三分之二次方 这个时候我们将X平方加4看成是U 所以题目Y可以写成U的三分之二次方 我们要求DyDX 也就是U的三分之二次方做导数 这个式子为分 我们先将三分之二搬下来 乘上U的-三分之一次方 这时U记得要写回X平方加4 后面记得要乘上所谓的U' 也就是2X 经过整理 我们可以看出 DyDX可以写成 三乘上X平方加4的立方根 分之4X 我们要求切线 所以必须先算斜率 斜率指的就是DyDX这个式子 将X带入2 我们将X带入这个式子当中 得到3乘上8开立方根 分之8 这时候8开立方根是2 所以这个数字是六分之八 也就是三分之四 再来我们要用点斜式 这个切线会过点24 斜率是三分之四 所以利用点斜式的公式 Y-4等于三分之四 乘上X-2 经过化解 可以改写成 4X-3Y等于-4 由于三分之四 谢谢观看